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聊聊不要老跟那些帅哥们什么在一块 特别愿意 当然现在这世界也让咱们越来越没法活了 对吗 过去就是说是什么形象不好的 还可以说自己是个实力派 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社会在推进 很多很有实力的人 偏偏形象还很好 这让我们没法活了 现在技术也比较发达 你要形象好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剪个发型 其实就能够让人整体的形象变一个样 换套衣服 对吧 我以为你说改基因 你整个容 改基因 整容 我问你 你觉得施瓦辛格整过容吗 我觉得他那个年代没有好的技术整容 他应该没整过容 但他的形象不在于脸 在于身材 在于muscle 你觉得史太龙整过容吗 应该也没整过容 但他也是主要在身材 在于他那种汗味 虽然我没闻过 但是从银瓶上透过银瓶 可以闻出他的汗味来 其实最近有一个史太龙的电影 叫什么 杆子 杆子 对 把所有这种力量型的男演性 还有老枪 对 他让我感觉到 可能这美国有一种审美的文化 有一种娱乐文化 中国可能还没有多少受众 老实讲 就是那种 我就觉得是不是美国有那种货车司机 或者是什么 就整天吃麦当劳的 那么一些蓝领阶级 他格外 说实在我们看 我们都觉得有点肌肉太大只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史太龙 在他赶死队里的老枪 好家伙 我觉得他这形象 已经像是麦克尔·杰克逊的加肥版了 你这个雄壮 这个眼睛都脱了形了 美国有这个文化 有这文化是吧 美国你比如说哈雷俱乐部 是 你看都几十万人 甚至八十多万人 聚在一个干枯的湖边 然后能狂欢一个星期 然后特别大的那种摇滚巨星 去给到那给免费 给唱歌助兴 他有这个文化 包括货车司机 也是每年有那种货车的 因为货车是工会 所以他每年都有那种 开着那种大货车 然后集中在美国西部 一个非常空旷的荒漠里面 然后狂欢一个星期 一散各奔前程 美国有这文化 照咱话说就是操人的文化 对 你发好莱坞的电影 它真的是计算的 我就看史太龙的这种片子 我就觉得 他就是为那样一部分劳动阶级拍的 你看连他们找的女人 喜欢的女人都不是恋爱这类型的 对是那种一脚能踢死你的 没错 很壮的浓妆的 就那就那种的 而且其实你没发现中国的女孩 原来是不太喜欢这种肌肉男的 就觉得两个胳膊放不下来的那种 对对对 就架在那的那种 你觉得特别可怕 中国女孩喜欢书生型的 就我这型 我也发胖 不行 就觉得书生型很有才华 而且不会发生家庭暴力 你想那种两手放不下来 给你一拳 你受得了吗 没错 但是现在慢慢的 中国的女生也开始喜欢这种 类型特别有征服的感觉 这是不是反映了 这个风水轮流转了 就是女人也开始把男人的外形 当成玩的 对也不是要玩的 对就是欣赏 然后就是说的 我就会说难听的话吧 就是说你像有的那个女权 就是说凭什么都是男人玩女人 其实我这女人 怎么不能玩你们男人呢 其实就是性感性感的标准 有所改变 有所改变 而且呢 现在这个大只老啊 施瓦兴格呀 都成政治家了 就刚刚卸任嘛 刚刚卸任好家伙 这玩意儿咱就没法羡慕了 没有 那在美国 他不算是顶尖的这个 艺人做政治家的 顶尖的还是里根嘛 里根 啊 里根 但是呢 里根都难免要拿总统的工资啊 人家施瓦兴格 说干了七年 哎 我觉得这州长你很难骂他什么 我义务的 对 一分钱 一工 一工 工资也真的不高 说他一年才 他总共工资 反正是17万多美元 说他七年 一分钱工资 没领过 这是表示他家底很丰厚吗 很有钱 好像说他娶了一个里根的人 里根家族 不是里根家 那个肯尼迪家族的 很尼迪家族的 媳妇应该就是比较有钱 所以他不下拿这工资 没错 他作为大明星 他已经赚很多钱了 说是他又做房地产 对 而且这明星啊 真的是 这一代名优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 有的明星 我就发现啊 就是天纵其才 他只有这个才能 嗯 其他地方连自己的生活 都料理不好 简直就像个残疾人一样 但是也有的明星 真的有经商 理财 从政 你看施瓦兴格啊 都不是当好莱坞明星积攒的财富 嗯 是在他红之前 他在加州 还是在哪儿做房地产 就已经是百万富翁 嗯 到现在说是 呃 都有人批评他 尽管人家不拿工资 都有人批评他 说他奢侈 说他每天坐私人飞机 到自己那个州长办公室 去上班 几十亿美元的这个 那你别管我 花我自己钱就完了 而且还当雷锋是吗 对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介绍 送走这位州长啊 好 喜欢吗 李爱 我我接受不了 我还是害怕 所以他这种 应该也不会喜欢我这种 他也喜欢有点力量型的这种女生 不是 他喜欢潘高枝 啊 哈哈 也是 他这种人呢 就是贵族情怀 我看 他找贵族 这个肯 不是不是 肯尼迪了 施瓦兴格啊 我跟他有过一次肌肤之亲 接触 真的 唯一的一次 我到今天都记得 在那一次 他是把我当成了一名智障选手 你知道这就是在北京 我在主持 他这个家族啊 就是个那种慈善家族 好像残奥会跟他的这个家族 都很有关系 我是主持一个残奥会的一个活动 你知道吗 其中就专门有一个 就说施瓦兴格上台来 要向五名 就是智力方面 有一定障碍的运动员 表示慰问 但是这五个运动员一上来 我一看我就知道要出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五个人穿的 跟我穿的西装都一样 都是灰色的 打着黑色的领带 等于我跟他五个 我们站一块 没吃变 穿的都一样 然后施瓦兴格在后台 我这主持人 我宣布 我现在请施瓦兴格 向咱们的运动员 残奥运动员 上台表示慰问 他哗 这个大明星下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他就逐一的 表示慰问 表示慰问 除了握手之外 他就 除了拥抱之外 他还拍后脑勺 在一个 我站在第六个 我看着 我说我估计 我也免不了拍后脑勺 一个一个一个过来 终于到我跟前 你也没法说 跟我握手 拍拍我后脑勺 唯一一次几乎之情 重吗 会觉得脑袋要掉的感觉 没有很轻柔 很轻柔 他这是很有爱心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施瓦兴格 他好像家里 是有这么一个 美国有很多 包括欧洲 都有很多这种政治家族 就你说他为什么义务的 这个从政 他是有渊源的 是不是 但是你不觉得 这个 这个 这位老大哥 就这么转 老大哥司法兴格 他其实特别有 如果他从政的话 现在当然已经从政了 很很成功 他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首先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不需要 在铺天盖地告诉他 大家听我是谁 我做过些什么 但也都知道他做过些什么 没错 而且他那张脸 他那个形象 一直都比较正义 大家都会觉得 他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对吧 所以他从政的话 他有一定的先天的优势 而且他最会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打造自己的一个 一个外在的形象 让大家喜欢自己 你说这意思 就等于说是这个民主时代的 这个老百姓太好骗了 什么 那是你的 这不是真能得分呢 真的 他那一年当权 其实也是加州 加州的确没人才了 怎么叫加州没人才 真的 好莱坞人才辈出 人才辈出 就是当州长 加州一直赤字 没错 一直赤字 他出来要解决整个的 加州的赤字问题 那当然大家要选一个有钱的人 来解决赤字 美国人很现实 没错 你选择一个穷人的 家里也没有财富 然后他来解决政府赤字问题 那不是瞎掰吗 所以美国不太相信什么能力 就是说你能力背后 一定有一个财团 有一个政治势力在支持你 你才能解决我们所提出的困难 结果最后这个施瓦兴德州长 给加州留下了更多的 因为我觉得他当州长 也不是说目的当州长 我觉得当初竞选州长的时候 他肯定也有那个野心 包括他的政治家族 都可能让他往美国总统那冲 当州长 美国所有的总统 几乎都从州长上去的 美国人真的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看已经什么事都能发生 什么事都能奥班马 已经是个总统 你将来未尝不能想象 这么一个好家伙 这个肌肉 我更加希望看见是一个女的总统 貌美如花最好汉 你是不是喜欢希拉里 一般希拉里他不够漂亮 你从好莱坞 你别对嘎嘎当总统 这也不行 天天不穿衣服 哎呦 那那那你说 嘎嘎 哎呦 我昨天看了半夜 这雷迪嘎嘎 哎 你你你你你 你给评价评价 李爱 你说这雷迪嘎嘎 是个什么路数 你现在的这个媒体不就吸引眼球吗 说实话 如果你真的穿的特别的这个叫什么特别的女孩子或者特别保守的谁要看呢都这样 但雷迪嘎嘎 关键是不好看 你穿成雷迪嘎嘎 这是雷迪嘎嘎嘎 雷迪嘎嘎嘎穿一个什么全身都挂满鲜肉的照片 往那一放 你肯定要点来看看 但是我对莱迪嘎嘎的评价 我这些年我观察 我发现就是说 你这个人要是七双一符的这么打扮 是吧 不完打扮的效果好看 你就叫明星 打扮的效果怎么瞅怎么来 你就叫艺术家 我认为雷迪嘎嘎 到了艺术家的 不但咱们先去下广告 琔琔三人型广告之后见 咱这就从施瓦兴格说lady gaga 对都是一身都是肉 就是这个lady gaga 我昨天去看了他一堆照片 哎呦把我彻底就看晕了 他是一种 为什么我说他都成一行为艺术家了 他不是一般的明星 西装衣服 他穿那个鱼网的那个袜子 有设计精心设计 设计都是扯的 这儿一个洞那儿一个洞 然后露着半截屁股 你知道吗 上市参加party 上身 所以非得有那个保镖 一路护着他 他就是说上身穿皮夹克 是带亮片的 然后我看这照片从背后一拍 后边就穿一钉字裤 露俩屁股蛋的 其中一屁股蛋的鱼网纹的袜子 还给扯了个洞 你说这 他其实有些时候 我总觉得他想要表达些什么 你包括他穿鲜肉在身上 lady gaga 其实大部分是在做讽刺 他不是说在宣扬说 你们要爱护什么 那种高尚不是 他在做讽刺 包括他很多的MV 你也会觉得他其实在强烈的讽刺 现在这很多事情 新叛逆主义者 对 对 所以你看西方 咱中国艺人演员未必没有政治诉求 但显不出来 但西方你就会发现 他很多艺人是有自己额外的这种很多追求 你像YouTube的乐队 Bono 对 好家伙到处利用自己的名气 说服各国首脑 咱把非洲的债务减免了算了 就别还了 他干这事 包括约翰列农 John Lennon 对吧 他都是 就是在美国的很多娱乐界的名人 最后都发展的跟政治有关系 你比如说简方达 是吧 他也是最后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女性的政治家 没错 女权的政治家 还有一个萧恩潘 多关心政治 萧恩潘 所以像成名的这些人 他一定会用自己的影响力 来去把他的政治观点扩散出去 反过来说 现在的政治家 也都往演员方面发展 对吗 你像马英九 这就是演的好 对不对 他就演的不算好 其实竞选就是一场表演 没错 竞选 你看美国总统也好 你看像台湾领导人选举也好 他有什么的包装公司 广告公司 娱乐公司 公共关系公司 全面的从你的每一句话 你出门的衣服 你怎么去表现 你跟才华 跟你能力 做总统的能力 没关系 你表演的好 让更多人支持你 你就当了总统 你当了总统以后 你就可能去实施你的政治的报复 在你实施政治报复 有可能选民就后悔 现在绝对就是一个电影的时代 我跟你说都是演员 我上次就看英国最近选出来首相 他都能够你想 你要所以说民选时代 选民 你说他看什么 你的政策 他闹得明白吗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情节 那个人原来民望不好 你知道吗 民望不好 后来专门在电视上做了一个节目 他流着眼泪怀念自己 就是很早腰舌了的就死了的孩子 他有个孩子很早就死了 作为一个父亲 说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就这么一幕 完了之后 就选票整一下就上去 就我们对对对 现在的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对政治领导人的表演 风格有着极大的需求 需求 没有 极大需求 包括演讲 什么叫演讲好 演讲好 首先你台词得好 对对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咱们主持人 比如说 很有可能 去竞选一下总统 有希望啊 我跟你说 在美国呀 主持人都不屑于竞选总统 对 你知道 这主持人比总统高啊 在美你比如说 那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克朗凯特 你记得吗 克朗凯特 美国的那个 呃 当时美国结束越战的 那个总统 这什么是谁 我忘了是一个宗 还是一个宗 是吧 他 就是克朗凯特做了一个报道 表达了对这个越南战争的 这种反对 对吧 然后这个总统就说了一句话 说我完了 因为我失去了克朗凯特 很简单一个道理 跟经济一样 有真正真有钱的人 现金流没问题的人不上市 一上市就被监管起来了 而且你受的牵制很多 你后面有这么多利益财团 你说话干嘛 你都得 当一个主持人 一年几千万的收入 上亿的收入有的 没绝对的 所以为什么人家不做广告 你知道他们那天跟我讲 你发现没有 好莱坞一线的大明星 你发现没有 他做的广告不是不多 像咱们这做几十个广告 他没有为什么 后来他们讲 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 比你这品牌高 不是说求着你给我一广告 而且人家这也就说是美国人 好莱坞 就像他说的 该给的钱给够了 他靠片酬 这就是说到咱们当年 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主持人 他最大的财富 不来于他自己的本质工作 对吧 一个演员 他的片酬是很少的 他要靠这个出了名 再去干些恶心的事 才能挣钱 亚洲问题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明星 很多很多很成功的人 艺人都喜欢穿很多名牌 在好莱坞 因为我在这很长时间 他不带穿有牌子的衣服 没错 但是他所有都是定制 我们叫高级定制 对 高级定制 他的商标都在兜里边 或者在很边边角角的 所以你表面上看不出 它是一个牌子 没错 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一名牌 我穿什么名牌 你知道慢慢的弄成 为什么这就咱们做事 做艺术还是做什么 你不能专心 因为你在这个社会 光靠自己 比如说教授 光靠搞研究 你不能致富 对 你必须出去走学去 你才能有钱 这跟好莱坞大腕们 它完全不一个概念了吧 对 是吧 我们的歌星也是 靠出唱片不能发家 对 因为唱片全被盗版了 没错 只能靠去外边演出走学 没错 大城市走完了 不请你了 二级城 二级城是不现在开始走县城 对 再过两年 大歌星 一线的大歌星 走的都是乡镇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是到乡镇演唱会 你去看 那真是前龙年间的味 你都见得着 中国一部演艺发展史 不 就是说 真可怜 真可怜 而且音响还不太好 大家伙还得假唱 所以相对我们搞电影的人 我们很幸福 我们还在很好的电影院里放我们的作品 他做电影监制的 包括电视剧监制的 最近不都在聊吗 大家在投诉吗 说反正至少是电视剧没法拍了 说这些个大腕儿们 要的实在是天价 要的实在是太高了 你知道吗 这成本太上 但是后来我跟这些腕儿们一聊 我就发现他还不是 他是什么的 说你注意看看 我真拍好的片子的时候 我都是自降片酬的 比如好比跟和平导演 我不给你收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中国很诡异 就是说你要靠降低自己来挣钱 但是你要靠让利 来让自己做出好作品 他们这些外面就是什么 要是好导演好片子 我甚至不收片酬 减免片酬 我去拍 但是我靠这个火了以后 那些个烂电视剧什么的 我就掉起来卖 我靠那个挣钱 你看他这个有意思的 就是他名和利不能一起来 我要不就只能要名 要不我就只能要利 哎貌似不能够一起过来 没错 这也是一个问题 虽然是我们的一些艺术家 有这样的美德 但这也是环境的问题 环境就应该你拍出好的作品来 你就应该是由你固定 由你应该得到的那一份报酬 是 我们是得到应该得到那一份 我们得不到在这 在好作品里得不到 我们只能去必须要接一点脏乱差的东西 三足的东西 我们才能够养家糊口 这就是这个环境的问题 怀念施瓦辛格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咱这也是中国人聊天的一个特点 不管聊哪国 不管聊谁 最后都沦为谢思愤 最后都会说到主持人的事上来 没错 没错 说到挣钱不够的事上 还是说说施瓦辛格 还是说施瓦辛格 施瓦辛格这个事 还让我有一个中国很多网友们 就在意淫什么呢 意淫他这个不拿钱这事 说不拿工资这事 其实挺恐怖的 如果我是他下面的子民的话 我会觉得州长不拿钱 我有点不放心 其实在美国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 你看今年一月份 纽约市的所有的官员都免心 一个月 就是给国家来财政 政府财政 能够节约四个多亿美元 所以他是一个 你作为政治家 你对你的选民的承诺要负责任 他的财富的致富 不在于他从事的职业和岗位津贴 就是工资 没错 他是到了这个位置上 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没错 他不是到这来发财来的 因为美国总统 在三十几万美金的年薪 就很低 没错 那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传统的观念 你当官 你不发财 你当什么官 对 不如回家卖红薯 所以我觉得是观念上有着巨大 而且就会让我们 像可能我在这个体制里头 我就会觉得 哎呀你不拿工资 我拿什么制约你啊 对 你如果不好好干 我怎么 我怎么 法治国家拿法律制约你 不是拿钱来制约 没错 我现在不得自由啊 就是因为这个谋生啊 谋生啊 一个工资啊 就你就没有任何自由了 对 你不能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是不能吧 对 因为你捧着你的办法 对 财富有时候跟自由有着很大的关系 很大的关系 当你是一个十亿身价的时候 温涛 你考虑你的言行 我就 你可以有些很不脚 我一不脚 有些让我们千万